大家好,我是刘亦山医师 那其实跟前一个问题有一点点有类似 因为第一个也是成绩要好 因为皮肤科其实也要成绩好才能去apply 那第二个呢,其实我在从医学系一年级 一直到见习生、实习生的这个过程呢 那我发现其实皮肤科呢 并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皮毛那么标浅 它其实呢,其实是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镜子 它可以表现出很多内在其他的一个问题 甚至早期疾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你可以从皮肤的一些状态然后去预测 例如说它可能跟一些内分泌的疾病有关系 或者是肾脏的疾病有关系 那甚至呢,跟一些肿瘤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皮肤科真的是还蛮丰富 而且也是一个博大精神的学问 然后再来皮肤呢,其实是我们身体一个最大的器官 从上面呢,可以发现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表征 那再来还有一点就是我对显微镜那时候还蛮有兴趣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在皮肤科的一个养成过程中呢 看显微镜,看皮肤的病理生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 所以那时候后来才选择皮肤科 大家好,我是刘亦珊医师 我再健康多一点